好,各位球友大家好,那这局棋是今天4月1号龙华碑,黑方是杨顶星,白方是十月,也是相当精彩的一局棋啊,我们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也是错开了这个站脚的位置 黑棋挂,十月走的是小飞,黑棋再来一个大飞,白棋夹击,黑棋点脚 又是一场步调比较快的布局 然后白棋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黑棋不要去飞了 因为底下由于白棋的这个头长出去之后啊,这条边已经失去了这个围的价值 所以说你左下角走出一个小飞呢,就这个定位就比较尴尬一点 以后你最多也就是守一个角 所以说这个棋还是要把这个头给打出来,下力 然后十月双飞燕,但是现在双飞燕应对的方法也是非常的多啊 这个靠压就是其中的一种 靠压完之后白棋是点脚 如果说你要是把头往前长的话呢,黑棋就挡 局部也是形成一个简单的定型啊,这个双方大致也都能接受 可能黑棋再从这儿加过来 实战点脚,然后白棋贴住 那么这个棋除了贴之外还有二路的扳 扳完之后白棋可以虎一个,虎完之后黑棋往这儿一靠 白棋把左边的这个虎段给他补上,黑棋再一扳 白棋再一飞,限制住黑棋底下的这个发展 这个也是一种走法 总之布局阶段这个选择是非常多样的 白棋贴,黑棋一断,白棋再沾上 那么好在这个局面下是真子有力啊 因为它是对角嘛,对角的话一般真子都有力 黑棋吃,白棋把这个冲掉,黑棋挡住 下一手棋,白棋走的是二路扳 那有的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扳是不是太小了 对吧,很想把这两个子给断吃 断吃的话呢也可以,黑棋会原地提一个,非常的厚 那么你白棋接下来还得再补一手 这样才能吃的比较干净一点 但是这样白棋会落一个后手 你右下角的这五颗子啊,被黑棋往这一夹 就显得比较的单薄了 那么实战白棋走的是这个班,想抢先手 黑棋仍然是提,然后白棋再往这拆个边 当然左下还是会被黑棋稍微搜刮一下 实战的杨领星就直接搬下来了 这所搬有一个小陷阱,如果说白棋要是断的话 再吃,以后脚上被黑棋往这一断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关子的借用 实战走的是正解,就是往下去贴一个 这个棋黑棋打没用,打的话再把它全部断进去 搬脚,如果黑棋搬,白棋再下力 是什么棋都没有,黑棋全部亏损 这个是局部的一个正常的定型 那么接下来杨领星回到左上角去靠住白棋 这手棋也是下得非常的凶 当然也有这种定势 走法比较多 白棋如果求稳,稳妥一点,就是单退 单退的话呢,黑棋就脱脚,再虎一个 大致形成这样一个定型 但是黑棋啊,我们来分析一下 他为什么要走这一步棋 他就想把白棋的头给摁下去 然后呢,对于你刚刚 这个白棋夹击的这颗子产生一些影响 就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把你给围住 如果说 白棋要是选择从这儿搬的话 那么黑棋就脱脚,再虎 打吃,他就把你切断,再粘上 白棋往这儿继续长,黑棋就再压 跟刚才的道理是一样的啊 黑棋就想把方向转到这个左边的这条边 那么实在 十月也是破坏他的意图啊 搬起来 那么黑棋依然要连搬啊 在这儿下的也是非常的有气势 接下来一手,白棋肯定要反击 如果你搬了一步之后再长 那么就跟刚才没有任何的区别 只不过是多围了一路 黑棋再往这儿一退 虽然说你的空更大了 但是黑棋的这个联络也是更加的完整 这个头直接跑到白棋的上方去了 以后你再想出头 黑棋可以刚好挣过来 白棋是比较难受的 就说十月反击 在这儿靠压一手 黑棋断打又形成了一个定势 黑棋往这儿继续打 白棋长 当然也有这个反打的手段 反打的话呢 就白棋单粘 黑棋吃白棋长 黑棋在粘的时候 白棋顺势把这个脚给打穿掉 再把它贴住 但是这个局面下并不是非常的适合 因为让黑棋把这个头一拍啊 你会发现黑棋上下 两个大后势全部连成一片 白棋这个脚地围的很大 是不假 对吧 但是你看你右边的白棋 其实还是挺薄的 因为你拆边拆在的是四路 以后黑棋从这儿逼也好 或者从这儿打入也好 黑棋周围很厚 那么白棋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所以说这个棋宁愿 把这个外面走厚一点啊 白棋穿出来 黑棋往下打吃 白棋如果说这两个子要是逃跑的话呢 黑棋就跟你在脚上虎一个 做一个转换 白棋贴下去 黑棋再往脚上飞 但是这样的话 白棋你看脚上的这五颗子 定位也是比较的模糊 你补棋也不是 不补也不是 这个毕竟是靠近黑棋的这朵花太近了 好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 白棋还是选择下力 黑棋往这儿一贴 那么这种走法 黑棋明显就不如 我们一开始摆的那个变化图后了 白棋还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了 这两个白子还是可以保留这种跑出去的空间 至于什么时候跑 还要看局势的发展 下一首棋 十月也是准备捞空了 毕竟黑棋现在这个实地还是比较可以的 那么杨领星呢 就把这个打上去 双方走的也是比较契合 白棋继续拖到脚上 捞空 黑棋再长 白棋扳 这个是一个常用的破脚手段 下手棋脱脚 如果说要是黑棋长的话呢 白棋就往外冲 冲完之后沾 黑棋外面三个段 得花手棋去补 白棋再往下一粒 这个棋就已经局部活棋了 以后还留一个二路的夹 那么实战走的是这个拐 拐的话呢 白棋就轻巧转身 二路一扳 当黑棋打的时候 再往这儿一打 再往这儿一打 黑棋沾上 白棋往这儿一虎 就简单的把这个脚给掏掉了 这边白棋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么你掏我一个脚 杨领星自然要气势回应 下手棋 他去掏白棋的左边 当然这个地方的掏空除了碰之外 还有这个打入 打入的话呢 白棋大致也只有盖头 盖完之后就走 搬了连搬 黑棋先手一吃 白棋把它给抓住 这个也是一种走法 实战是单靠 单靠的话白棋走的是下班 如果这个棋上班的话呢 黑棋有一个弃子整形的手段 就是往下立 立的话 然后往这儿一段 白棋沾上 黑棋再一尝 你从这儿夹 这个黑棋就可以脱先了 这个是一种思路 白棋下班 再打迟 继续爬了一手 黑棋 左下角先手一沾 然后再往这儿打 当然这个棋断打也行 断打的话呢 黑棋仍然是选择弃子 从这个二路爬 白棋先手扳掉 再把这个脚上夹死 黑棋就可以脱先了 总之这儿的这个变化 也是相当之多 好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 黑棋从这儿一打 白棋沾上 黑棋拐出去 白棋再往这儿一吃 黑棋提 当然这样的话 杨领兴落了一个后手啊 总的来说 可能这个转换 不如刚才的那个变化 现在我们会发现 这个边角 基本上都已经走完了 除了右边 还比较空旷之外 那么双方这个中复的模样呢 也发生了一些碰撞 黑棋明显左边非常的厚 当然白棋右边的这个潜力也很大 下手十月也是非常的犀利啊 就命中了AI的一选 走到这儿 这个也是 边扩张 边倾销对方的这个大控 黑棋选择四路打入进来 白棋正头 当然白棋的这个形状也是挺有趣的 走成了两个穿向眼的这个图形 那毛病肯定比较多 好在白棋周围的子力比较强 所以说暂时也不怕 实在当杨领星从这儿穿的时候 白棋往上一飞 那么这个棋棋我们可能第一感想从这儿去挡 把这个打入的子给他割下来 但是这样走的话 黑棋肯定就看轻了 往上一冲 再一尝 就简单的把你这个空削一削 因为这个底下还是漏着风的嘛 对吧 所以说你还得花手棋去补 其实白棋围的不大 这样的话黑棋还是挺有力的 所以说白棋一定要把这个黑棋全部给关进去 下手棋 杨领星也是比较求稳 如果走得寂静一点 那就往这儿靠 继续抓住白棋的这个薄位去冲击他 靠完之后就往里面冲 这个是比较凶的走法 但是伴随的这个风险也是非常大的 这个所有的棋要被白棋给封进去 实战稳妥一点 先往外冲 冲完之后再冲 当然这两手交换也有黑棋亏的地方 就是把白棋的这个头引到了黑棋左边的这个大空里面 相当于引狼入室 把自己的空削了一点 当然好在呢 自己的这个出头就比较畅了 下一手棋 黑棋走这儿尖顶 继续冲击白棋 白棋 后手连 黑棋再往这儿去飞了一手 这手飞也能体现出杨领星对自己 是非常的有自信啊 他不仅是把自己当作一块孤棋去制孤 而且还要瞄着白棋这块棋的生死 而且这手棋呢 随时保留从二路爬回家 可谓是一举多得 那么接下来一手棋 白棋走的是飞 这手棋也是值得商榷的一手 如果白棋要走得厚重一点 你就往前一路压 当然这样走的话 可能会落一个后手 黑棋就把自己的棋形走走完整 就往外出头了 十月可能也是担心这一点 所以说他想把步调则的快一些 最好这个棋呢 黑棋能跟着白棋往这儿去补一个 那么白棋再动手杀黑棋的话 就会更加的有力 但是杨领星肯定不能就范 往这儿一点 点到了这个白棋的正中央 也是让白棋非常的难受 接下来一手棋 十月从这儿一靠 靠完之后顶住 黑棋再往上一顶 形成了一个小定型 下一手棋 白棋夹 这个是他飞完之后的一个先手权力 那么黑棋如果单粘的话 这个棋被白棋往上再一贴 这个眼位太好了 所以说黑棋要先往上冲 冲完之后再粘 白棋再粘的时候 杨领星突然选择从这儿阵头 也是非常的强势 毕竟这个棋 黑棋的自身问题也是挺多的 包括中央的这种冲 这个拐头把你封进去 但是黑棋有恃无恐的 主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他这个二路可以从这连回家 这个是黑棋的底气所在 那么这盘棋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号称场军一条龙的十月 到目前为止 都属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局面 虽然说这个黑棋的大龙 也不是太稳 但是你看黑棋的这个阵头 就传达出了一个信号 这场比赛我要屠你的龙 所以说也是非常有趣的一局对局 好那请我们 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给大家带来 这局棋最终的屠龙之战 看看谁将胜出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节视频再见 拜拜 好各位旗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 4月1号龙华碑 十月对战杨顶星的 这场最终屠龙之战 现在杨顶星也是非常有气势的 往前震头 那对于十月的这个 右下角大龙来说 有一个绝佳的逃脱机会 就是在上方直接靠 黑棋固然有这种 先手作演的手段 但是他自己也是非常的薄 黑棋不敢在这跟你硬拼 他会先补一手 白棋在顶 简单的打持两下之后 双虎一个出头 这个棋 白棋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毕竟你已经把这个黑棋 左边的模样 也是全部消掉了 双方互破 那么就拼关子 我们来看看实战 实战这个棋呢 白棋走的是拐 可能有的棋友会有疑问 现在冲行不行 现在冲你是能冲 但是呢 你吃不掉黑棋这两颗子 我们来看为什么 因为他一断 断完之后 黑棋上面的这个扳是一个好棋 扳完之后再连扳 你断 他往这一沾 上方这个地方 白棋需要补棋 那么黑棋刚好从这儿打出去 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 刚才黑棋的这个阵头 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起到一个引针的作用 所以说现在白棋 暂时冲也不行 实战走的是这个拐头 其实这个棋 黑棋有非常厉害的 这个大杀招 扳也可以 往这儿去跳一手也可以 这个跳呢 主要是 算是补助了白棋以后 这个冲的起 冲的话你就可以走这儿了 再吃的话 一掐一扑 就是一个假眼 这个跳主要是防止这个 还防止白棋从这儿穿向眼 因为黑棋往这儿一斑 白棋上下两块棋都有问题 底下的大龙也要出头 上方还牵了一手斑 以后 同样的 这个斑也可以 搬完的话呢 这白棋底下大龙肯定得去出头 比如说在这儿双 黑棋再跳方跳回来 白棋从这个底下回家的话 这个目数也是非常的少 黑棋哪怕不搬 现在搬不成立 搬的话被白棋往这儿一断 黑棋有两边都有毛病 但是黑棋这个掉是绝对的先手 这个掉一手 白棋得补一手 然后黑棋顺势把上方的这个大空给围起来 这个是黑棋一个非常理想的局面 龙也活了 空也围住了 那么实战走在这儿 这个棋等于说白棋以后往这儿冲啊 再往这儿冲 这个眼还是存在的 所以说这手棋黑棋有点问题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十月是往二路一夹 这个夹反正也不亏 白棋是二路爬 其实白棋现在你往外靠呢 也能狗活出去 就从这儿断完之后 再跳一跳 黑棋大龙搬出去 你再简单的出头 但这样的话空就不够了 因为白棋的大空全部被黑棋给掏光了嘛 不考虑 二路爬 爬完之后打吃 坐眼 落了一个后手 但是这个棋呢 也有价值 他等于说把黑棋的这个上方也给切断了 杜绝了他的后门 以后白棋比如说有这种 见回家 威胁黑棋的这个联络的一系列的组合拳 接下来黑棋唬了一手 非常的厚重 白棋往这儿一靠 那么其实下到这儿呢 杨绝新又有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去杀掉白棋 就是先团这个 这个棋团马上就有这个搬出 所以说白棋他得原地去大跳补一手 黑棋再往下冲 这个棋白棋出头已经比较困难了 但夹一个是唯一一手棋 黑棋退 白棋再贴回去 黑棋再一场 那么前面是黑棋的铜墙铁壁 这个棋白棋是非常非常危险 可以说这个是杨绝新最容易杀棋的一次机会 那他实战走的是这个班 给了白棋一次喘息的时间 白棋下一手走的是顶 如果说白棋现在单夹的话呢 这个棋不是非常的保险 因为上方要被黑棋先手往这儿一挤完之后再一段 你把这个拉回家 活是能活 但是外面被黑棋全部便宜到 并且上方还留了一手冲断 这个是白棋万万不能接受的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就不考虑 那有的棋会说现在用这个小尖 现在小尖呢 主要是这个黑棋啊 是联络比较完整的 你自身的这个大龙 确实也有危险啊 你往这儿冲 黑棋很有可能就把中央这几个子弃给你了 就杀你大龙 白棋也是毫无办法 所以说他是单顶了一个 给黑棋设下了一个圈套 如果说这个棋 黑棋单退呢 那白棋就算了 就这样活棋 黑棋自身还得再补一补 如果说黑棋要是往下打吃的话呢 那这个黑棋就上当了 白棋再往上一打 多了一个这个子以后有一个闷头 他这个时候在尖 就比刚才要严厉很多 黑棋很麻烦 所以说 当白棋顶的时候啊 杨领星也是算清楚了 只能在这儿团一手 白棋打出去 黑棋再往上搬 白棋这个时候 十月不愧是场军一条龙啊 被黑棋两条龙揪在一起 缠绕攻杀的时候 还想着反杀黑棋的大龙 搬在这儿 想把黑棋裹进去 那么黑棋往这儿一沾 白棋打吃 黑棋再连起来 那么接下来一手 不管这个十月的力量有多大 你都不敢再去 虎这个了 再走这儿的话 因为黑棋的这个段是个先手段 再把你底下一打 你要强行断进去跟他杀 黑棋底下是有眼位的 往这个二路一漏 漏完之后再一沾 不管是眼位也好 这个气也好 白棋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说只有站在这儿 下一手棋杨领星走的是下方的这个段 那么AI认为呢 这个时候上段比较好 上面段的话 再压 吼出去 那么相当于宣告 白棋中央的这四颗子 已经全部阵亡了 再搬我就尝 把这个四个子一吃 那么黑棋的目数肯定是够的 实在是断在下面 被白棋往这儿一尝 黑棋再一贴 给了白棋的一丝丝搅局的机会 比方说白棋现在断 断完之后呢 就往这儿跳方 你黑棋的大龙现在得补活 白棋就挡住你 走完之后 白棋旁边的这个冲断 味道非常的恶 具体行不行得通 没有仔细的去算 只能说黑棋这样走 不是很保险 那么白棋实在走的是跳方 有的气候可能会说呢 直接冲断不行吗 直接冲断的话 由于你上方欠了一手棋 没有跳方 黑棋就退一手 把底下三个子让给你 然后他等一会儿去杀你的这个中央 白棋也是不行的 包括说白棋往下去单独活棋 那么这个棋只要中间被黑棋先动手 白棋终归是不行 木也不够 这个棋也危险 所以说这棋只能选择跳方一手 那么杨领星显然也是稳了一稳 这个棋如果更强一点就沾 把他这个头给出出去 白棋如果跳呢 黑棋就强杀 那么领星没有这样选择 他主要在担心什么呢 主要是这个棋不太好杀 你破他眼的时候 说不定会搞出来一个结 这个结的话 白棋很有可能就利用这边的冲断 作为结材 走不好 黑棋容易翻车 就出棋了 所以说他先把自己的大龙给捕活 再说 白棋同样这边不能断 断的话 首先你等于说还得再花一手棋打持 花了两手棋 落一个后手 被黑棋立到底下 把你底下的这个眼位一破 白棋 大龙全死 所以说这个棋只能选择斑 再断 然后点进去破眼 当然这个黑棋肯定是活棋的 如果你要是走这儿的话 硬要是把这个黑棋的眼位给破掉 把这个子跑出来 做成一个弯三 黑棋也欢迎 是吧 这个棋 首先你这儿还得再补一手 这个结不归的问题 黑棋就往下打 只要杀气 白棋的这个大龙气的不够 况且黑棋还是一个大眼 这个气更长 所以说白棋先处理中央这一块 黑棋长出头 白棋继续在中央冲破眼 当然这个棋已经杀不掉了 主要是黑棋这儿有一个挤的妙手 这个白棋外面有一段 这个顶呢 已经是白棋目前最强的应对方法 杨领心还要再段上去 这个棋主要是为了这个长做准备 先手 是吧 你现在白棋不能走这儿 走这儿的话 黑棋一沾 再一走 这个白棋的气不够了 并且这个上方还有一打 提掉 黑棋一吃 那么这个棋也是非常巧妙的就活棋了 如果说白棋继续打的话呢 黑棋可以团打在这儿 首先把你横着的两个子眼位给抓住 你提掉 先把你滚包一圈 再往前长 这个棋白棋是拦不住的 拦的话一打吃一段 一打再一长 白棋这一大团鱼形气不够 那么如果你粘的话 黑棋往这儿一爬再一粒 直接两眼活棋 所以说这个黑龙已经活了 那么轮到白棋要做活了 往这儿一点 黑棋一千 非常舒服 直接把上方的大空手牢 白棋再一千 这个棋形也是已经活了 接下来一手棋 其实黑棋往前一挺头 这个就很大的目数 实在呢 他往这儿一打吃 也是很大的一手 白棋毕竟这个大龙 还要在一路狗活啊 对吧 也要把这个一路利走掉 再往这儿坐眼 黑棋再往上走 可以说这盘棋杨领星 下的是非常的到位 而且这个相当于AI附体啊 把基本上没犯什么失误的情况下 把这个十月逼到两眼苦活 虽然说这个黑棋中央 也有这个杀龙的机会 但是其实下成这样 黑棋已经非常满意了 接下来白棋跳 黑棋继续挡住 把这个空给手牢的情况下 杨领星还要挖到这儿 这手棋什么意思呢 它主要是 如果你白棋从下方打的话 粘起来 黑棋要瞄着你这儿的冲断 把你这两个子给割下来 这个白棋肯定也不行 所以说白棋一定要从上方打 再粘 但是黑棋仍然有一冲 你只能选择猴回家 猴完之后 黑棋再粘又是个先手 又把白棋扒成皮 脚上再打一下 你看右上脚也变成了两眼苦活 再把你这个空一贴 白棋下方一顶 黑棋一跳 那么基本上就说到这儿 黑棋已经盘二十都不止了 所以说后面的关子 我们也没必要继续放下去 最终这个十月就认输了 那么这盘棋也是下的相当的精彩 杨领星发挥的可圈可点 在这个对杀阶段 计算力也是特别的惊人 没有犯任何失误 给十月这个翻盘的机会 最终稳稳的拿下了这场比赛 希望企业们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